今天带大家逛一下曼谷唐人街 我遇到的一些有趣的地方 有咖啡馆 小餐馆 路边摊 以及亚马路时候 我在街边遇到的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东西 你看 瞬间感觉到了上海的御园 曼谷的唐人街它不单单是一条街 而是一块很大的区域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业态 有食品店 工艺品店 金店 百货店 非常繁华 这里的华人始终都保持着很勤劳 以及质朴的生活 以及工作方式 我路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你看这边有这么多的牌子 写着有咖啡拜二哥峰 我硬是没看懂这是干什么的 后来查了才知道 这个二哥峰他是在清朝年间移居到泰国 挺成功的一个华人 所以说不少人会在这里买杯咖啡 去拜一拜求财运 所以这整个条件你都能看到这个招牌 有咖啡拜二哥峰 这间咖啡馆是我在唐人街周边亚马路时候偶然路过的 我看到门口挂了一个中文的牌匾 咖啡馆三个字 我想都没想 直接就走进去了 进来了之后就简直是一个大惊喜 泰国有挺多咖啡馆的家具 都是这种老旧的 装咖啡机的这个吧台木桌子 明显就是以前的老物件 这种店感觉就像是在欧洲开了有个上百年的那种咖啡馆一样 在这个店门口的第一感觉就让我感觉到正好像是开在欧洲的一家咖啡店 然后进来了之后这种感觉更明显了 非常有味道 但是它的咖啡不是那种传统型的咖啡 他们把一台嵌入式的La Mazzucco的Moder Bar 嵌入到了这张老旧的吧台里面 这种新旧碰撞在一起的感觉就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你看它这个店为了符合整个店的这个调性 它把冰柜都改装了 外边都改成了这种老式的木头 这个咖啡馆他们的这个杯子上面就写一个一字 我觉得应该老板应该是华人 里边的那个门还有一个像是门扁一样的东西 繁体写的原发昌 我们感觉到他们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保留的非常非常好 就真的很奇妙 唐人街是一个很热门的旅游景点 那就算是在疫情的大背景下 不少街边的小吃都是排的满满的队 就比如当地的一个小姐姐推荐我的这家猪杂汤 在这条街上应该是挺有名气的 是个猪杂汤 哈哈哈哈 我们已经推荐了 你看外边已经排起队了 排上队了这边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小油条一样的对吧 这个猪杂汤非常鲜 它这边是有这个炸的猪肉 以及那是猪杂 感觉像是回到了国内一样 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好烫啊 你们猜我现在这个是什么地方 给你们看一下 也是在唐人街附近的一个神奇的偶遇 看着报纸上的菜单 再看着字画百件 就感觉店里边的百件啊 熟悉又神秘 熟悉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那神秘是因为这些东西背后肯定有自己的故事 那就比如这个武士的头 可能就是几十年前跟着某个人飘洋过海来的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竟然不敢想象泰国有这样的店 真的是震慑到我了 我这不就是我们上一辈的那种主意吗 他说上边是加了这个蛋白打发的泡 用鸡蛋的蛋白打发的这个奶泡 有一点点腥味 但是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我对这个味道有点敏感 他这个配了一个八角 酥酥软软的很好吃 吃起来有点像虾肉 外边是焦的里边很嫩 小伙伴们 他这个地方真的是这种老的中式的这种装修建筑 里边放的这个音乐一直都是这种欧美的流情的这种音乐 真的我觉得毫无违和感 真的是毫无违和感 哇这边是一个武士吗 我觉得他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武装 他都是老的家居 那种老的电视里边能看到的那种家居 我就觉得这个好神奇 真的是好神奇 那在曼谷的这段时间呢 我前前后后去了唐人街好多次 那每次去都会让我感觉到很浓厚的华人的生活气息 那这里承载了几代华人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文化 那我在唐人街看到不少全世界各地的人 那相信他们也能亲眼感受到 哦原来曼谷的China town 跟别的地方呢 真的不一样 那小伙伴们有机会来曼谷 一定要来唐人街走一走 我相信能带给你很不一样的感受 大家伙们 你看我在街边发现了什么东西 这竟然是一台咖啡自动贩卖机 在这边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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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币 币 这边接咖啡应该是 这上面你看这是一个自来水箱是吧 然后这个应该是10块钱一杯呢 杯子在哪里啊我在想 我估计这个要自己带杯子才能买咖啡喝 你看这个旁边是卖这个碟片的 这是在唐人街旁边